上回书说到徐茂公劝说宅让 请瓦岗山的人跟英雄会的人同心协力 共同反随 必须要共聚瓦岗山 以瓦岗山作为根本之地 那么徐茂公说的是聚聚在里 宅让是个正人君子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 急得这汗都下来了 徐茂公是察言观色呀 宅山主啊 如果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们共同反随 也请把话讲在当面 不不不 徐首领绝不是这个意思 好啊 徐茂公一听是乘胜追击 山主 你说说我徐茂公所讲的话 我们英雄会 哪一处不以义气为重呢 山主也请您给指出来 不 徐首领 您说的全队确实英雄会 以义气为重 我没有 没有其他的想法 既然如此 山主啊 那你就给我一句痛快的 我们英雄会 众弟兄还在山下 静候您的佳音呢 啊 宅让一想 人家徐茂公是义正词言 我要是不让他们上山 算我不念国仇家恨 也不懂得为天下百姓啊 也说明我宅让不是决心反随 可是我要让他们上山吧 我手下这四位弟兄可说了 怎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让出这座瓦岗山 宅让确实是左右为难 犹豫不定 干张嘴 就是回答不上来 李平这哥四个 瞧着宅让这个意思 心说可坏了 李平这人阻止多谋 他伸出三个手指头 凭着 示意宅让 那意思 你按照我这主意办 哎呦 宅让一看明白了 好啊 李平这意思让我 以三股钢叉赢了英雄会 那么英雄会也就不能兵进瓦岗了 好 徐首领啊 我想出一个办法来 这个办法叫以武定乾坤 好啊 那就请宅山主讲出来吧 徐首领 这样 不瞒您说 凡是陆林道上的人 没有一处不爱我这座瓦岗山的 他为什么得不过去 就是因为胜不过我宅让手中的三股钢叉 您啊 下山告诉英雄会众弟兄 你们选拔一位武艺高情的大将 明天在山下跟我宅让一战 如果说把我战败了 我宅让情愿让出这座山寨 如果要赢不了我宅让 那么您刚才所说的话呢 咱们就算成罢论 徐某公眼珠一转心说好啊 柴长哎 只要你开出道来 那你可就算上了当了 可嘴里头呢 徐某公说 山主 你我两家志同道合 为了反随 如果说要比武 是不是伤了两家的和气啊 哎 徐首领啊 我刚才说了 这叫以武定乾坤 咱们齐心反随 这个大目标是一致的呀 只不过 我怕手下人不服气 我要让了山寨呢 反而失去军心 失去民心 两家比识武艺 要是我败了呢 我手下人也就服了 徐首领 您明白我宅让的意思吗 好啊 徐某公脸上没呆现 心中一阵冷笑 心说宅让 明明是你狂傲 你认为你是天下第一的霸士 你拿这些话作为借口 宅山主啊 即使这样 咱们就怎么办了 明日午时 山下一站 好 徐首领 你我一言为定 宅山主 一言既出如白染造 可不能说了不算 啊 绝不会绝不会 既然话已然说到这了 我就跟众位告辞了 徐某公站起身心要走 妈 宅让伸手把徐某公拦住了 徐首领 天儿已然不早了 开用晚饭了 就请徐首领 跟我们哥几个喝杯水酒吧 哎呀 不不不 宅山主 我初次上山 就要叨扰你们各位 我这里拱手相谢了 徐首领啊 您可不实在了 既然你我要同心反随 一杯水酒算掉了什么呢 来呀 把酒宴摆上 时间不大 有人摆上了风风盛盛的酒席 几个人分宾主 落座 共同饮酒 徐某公一边喝着酒 一边吃着菜 心中暗叫程咬金 程斯蒂 我徐某公真的在瓦岗山 喝上酒了 等我下山 我再跟你算账 徐某公又一想 现在宅让 要跟我英雄会 以武定乾坤 我们这些磕头的把兄弟 谁能够跨下马 掌中刀枪 赢了这个金钱豹子宅让呢 秦琼 山雄信王军可一个个武艺高强 不成 嘿 这事啊 还非得成死的不可 来让 我让你尝尝我们成的爷的斧子 想到这儿 徐某公就说 窄山主 饮酒之间我想起一件事了 请问徐某龄是什么事 山主啊 咱们是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 明天在山下一站 如果我们不依着您也是不好 要是依着您 以武定乾坤 我得说句大话了 我们英雄会一个个武艺高强本领初衷 动起手来可是刀枪无眼 要想赢您 那我们一定 请出我们英雄会的一位弟兄 拿出绝招来把您给赢了 如果说刀枪无眼要把您伤了 可怎么办呢 丑话得说到前头啊 不不不 了也无方 宅仗嘴里头虽然这么说 可是心里头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因为天下人太多呀 谁不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 倘若出了一个武艺绝伦的人 能赢了我宅仗可怎么办 徐茂公看出来了 山主 你我两家可不是仇杀恶斗 绝不能叫山主您有了危险 我这么想 两家比武点到为止 徐茂公刚说到这儿 宅仗说话了 好 点到为止 徐首领啊 咱们这样 马上动手鄙视武艺 谁先掉下马来 谁就算输 首领 您看如何呀 好啊 这句话可就趁了徐茂公的心意了 山主 那就以你了 咱们一言为定 如果说您要把我们的弟兄 犹打马上打下来 我们立刻拔鹰起寨 扬城而去 绝不再进岗山 好 你们出了一位英雄 要是把我宅让 犹打马上给打下来 我呢 是拱手相让这座瓦岗山 徐茂公这人可厉害呀 瞧了瞧李平这四员战将 四位将军 你们哥几个可也听着呢 咱们这么办行不行啊 到时候双方可不能说了不算呢 宅仗说您放心 大丈夫一言出口 四马难追 我说到就办得到 哎呀 宅仗主 严重了严重了 李平也跟徐茂公说 徐首领 我们哥四个在旁边听着呢 由我们弟兄四人作证 这个老道徐茂公 把这话砸得是此此时时 这时候酒足饭也饱了 天依然大黑了 徐茂公告辞 宅仗跟四员战将 把徐茂公送下山去 咱们书不细表了 徐茂公这才上马 下山回归大营 等徐茂公走了 宅仗带着几个人回到城中 李平这哥几个就埋怨宅仗 山主啊 动手比武可以 怎么能打这个赌 谁先掉下马来 谁就算输 就能让出岗山呢 刚才听徐茂公这个意思 他们吸眼可太多 山主 咱们可不能上当啊 哎 李平 你这句话 我可有点不爱听 我知道 你也是决心反随的 你们哥四个的心意 是不愿意人来到岗山 可是 这徐茂公说的是理直气壮啊 我宅仗一心要反随 给南臣报仇 再说 事情挤到这了 再跟人家英雄会矫情 咱们可不算顶天 立地的英雄好汉 你冲我 伸出三个手指头 示意我鼻舞 我才想出这个主意来 哎呀 大哥呀 可没让您说 先掉下马来就算输啊 兄弟 话说出来了 就绒统水泼出来了 我也说不回来了 据我想啊 他们人虽然多 但是 不见得有一个人 能够赢得了我宅让的三股钢叉 我怎么能轻易让人家打下马来呢 薛勇说话了 大哥呀 如果人真的把你赢了呢 那没别的 那咱们就把英雄会 众弟兄街上瓦钢双共举大事 有何不可呢 反正现在我不信 他们未必能把我宅让 油打马上给打下来 李平这个人 虽然聪明主意多 但是他也能够稀释宁人 好吧 哥哥这话说的也对 反随是您的决心 有什么话 咱们明天山下一站再说 咱们不提山上 搁几个议论 翻回头来 再说 英雄会的程咬金 自打徐茂公 进山之后 别看程咬金 老跟徐茂公开玩笑 可是徐茂公走了 这程咬金呢 心里还真惦记着 一来是弟兄之间的感情 二来 程咬金有自己的想法 瓦岗山这么好 必须得占据岗山 才能够推倒隋朝 所以他心中叨叨念念 老道位 老道位 天助你成功吧 他老这叨叨念念 别人没理他 天儿已然黑了 还不见三爷徐茂公回来 英雄会的人全都担心 恐怕徐茂公 在山里头出了事 大家伙的 全都跟着程咬金念叨起来 程咬金念叨着念叨着 眼泪流下来了 哎哟 我说众位兄弟 二哥大哥也甭问了 我这徐三哥肯定是死了 别怪我程咬金的 我要不拿法机他 他也不会进山 他全怪我 你说怎么办呢 三哥要死在山中 哎呀 我对不起他呀 三哥呀 程咬金这一哭啊 大家伙可真急了 是啊 徐茂公走了这么长的时间 没回来 难道说三哥真是有去无还吗 宅让这人再好 能够把这么一座坚如磐石的瓦钢山 让出来了 这程咬金这一哭把大家伙全都勾得掉眼泪 哭着哭着 程咬金突然间不哭了 程咬金心中一动 不对 三哥要真是被瓦钢山的人杀了 也不能没个动静 再说这个牛鼻子老道 一展望眼一主意 三寸不烂之舍 两行伶牙利尺 也许有门 他跟我打完赌之后 真在山上喝水酒 在那聊上了 哎呦 不成 我成的也可不能输了 这回我给他来个假戏真唱 程咬金想到这站起来了 念溜溜走出帐篷 找了一个亲随 来给我找张纸 这个当兵的 给程的也找了一张黄标纸 程将军 您干什么 哎 你给我写几个字 输着写 徐茂公之灵位 啊 写 这个当兵的可不敢不写 就找了笔 在这黄标纸上竖着写着 徐茂公之灵位 交给程的也之后 程的也来到帐中 望着桌子上一供 然后让当兵的在供前摆了三碗菜 一桌酒 程咬金望着桌上一爬 三哥呀 兄弟我对不起你 哎呀我要不挤的你 你能上山吗 你不是为了大家伙有个立足之地吗 三哥呀 这回你死了 我哭你一场吧 把兄弟的业绩呀 三哥呀 这成的也一哭 这心里的糊涂的人 像齐彪啊 李豹啊 也跟着程咬金哭起来了 三哥呀 三哥呀 可这大部分人心里都明白呀 知道徐茂公足智多谋 绝没有凶险 看着程咬金他们哥几个这哭 是又气又怪又可笑 秦琼实在受不了了 走到程咬金面前 我说四弟 你这是干什么呀 哎呦二哥呀 三哥都回不来 他死了 就在这时候 有个当兵的腾腾腾跑进来 程将军您别哭了 徐首领他回来了 大家伙立刻擦了眼泪站起来了 就在这时候 徐茂公迈着四方步走进大帐 大家伙一拥而上 哎呦三哥 您回来了 徐茂公刚要说话 他猛人间往桌子上一看 什么 徐茂公之灵位 徐茂公气坏了 胡子都撅起来了 把脸望下一沉 这是谁供的 哎呦 程咬金过来了 我说三哥呀 这也就是兄弟我呀 我以为三哥 你让宅让乱刃分尸了 我供了个牌味 近朋友之道 没想到三哥呀 你又活着回来了 程咬金 我先谢谢你这份好心 你赶紧把灵盘给我扔了 多上去呀 我扔就扔 程咬金这人 没皮没脸 把这灵盘扔到外边 秦琼走到徐茂公面前 三弟呀 你先别跟他生气 先做下吃饭吧 二哥呀 我徐茂公是酒足饭饱 宅山主哥几个 请的我 我吃饱了 喝足了 程咬金 怎么样啊 行 三哥也 真有你的 三哥 我说了没关系 我就问问您 究竟这座瓦岗山 您给说过了没有 大家伙也全都问了 徐茂公说 诸位别忙 你们先坐下 这件事 可不是一句话 两句话 能讲清楚的 听我慢慢的告诉你们 大家伙全都落座了 程咬金着急呀 三哥也 您说说到底怎么说的 众位兄弟 大哥二哥 我上山人家宅让 跟手下几员战将 是一礼相待 在酒席宴前 我就把咱们英雄会 返随的决心 打算跟他们 共图返随大势的亲意 就讲了 宅让他们 是从心里头 佩服咱们呀 程咬金 在旁边搭汤了 没错 敢截黄杠 那当然是得佩服咱们呀 三哥 宅让 佩服不佩服 我程咬金 小姑山 程叶林 截黄杠 我说程咬金 你少在我这搭汤 咱们俩答都你说了 待会我再跟你算账 众位哥哥 众位兄弟 让我徐茂公 把话说清楚 我坐在宅让的旁边 我就跟宅让说 山主啊 我们是英雄会 您知道我们 为什么叫英雄会 为什么要决心返随 宅山主就说了 你们既然是英雄会 你们决心返随 那你们英雄会中 必然得有英雄 你们英雄会里 有多少成了名的英雄 请徐首领 给我们讲出来吧 我就跟他说了 我们英雄会的人太多了 这里边的英雄也不少 不过 这英雄得分成等级 有头等的英雄 有二等的英雄 有三等的英雄 还有特别出色 惊天动地的英雄 大家伙一听 全都乐了 三哥爷 您可真能说 宅让怎么问您 宅让他就问我 这三等的英雄是谁 我就告诉他呀 我们英雄会 三等的英雄 头一个就得说 判命三郎 王勇王博大 跨下马掌中一条枪 不愿意做随朝的官员 弃光归了陆林 曾经是我们陆林中南路的瓢巴子 我说出王博党贤弟之后 宅让就说了 徐首领 王博党这个人 我是久以闻名 是一位英雄 中博贤弟 我就告诉他呀 王博党属于三等英雄 我们英雄会的二等英雄 我告诉你 此人性善名通自雄信 人称赤法灵官 当初是我们五路响马的总瓢巴子 跨下马掌中一条金钉早杨术 五亿高强本领出众 宅让一听 一条大指 徐首领 您说的善某 我确实闻其名 那可真称得起是个英雄 说到这儿 程耀金又大筹了 哎 三哥 您把我程耀金放在几等了 四弟 你别忙 有道是唱戏的名拙 那得放到后头 那是大轴戏 我说四弟 这头颅英雄 我可也没说你 三哥 你说的是谁 我告诉宅人 宅山主 要说我们英雄会 头颅的英雄 那是山东好汉 二爷秦琼秦书宝 他交友四孟长 孝母赛砖珠 人称神权太宝 双检大将 想当初是检打 山东廖府 骂他黄河两岸 众伟兄弟 我说出秦二哥来 宅山主一条大纸 徐首领 您说的山东好汉 二爷秦琼秦书宝 不用说我佩服他是英雄 那是名阳四海 天下皆知 程耀金先说你把我摆到哪儿去了 徐茂公致机程耀金 程耀金三府定瓦刚 下回再说 请等待会订阅 您에게请不吝点赞 第2次 也订阅